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德海兰遭到暗杀 现在负责中东美军的美军司令库里拉 已经在周末抵达中东因应 最新的美国的官员现在有个说法 说库里拉这一回的出访 其实早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爆发冲突时 就已经决定 预计会利用这一次的出访 保卫以色列避免受到伊朗以及启蒙国的攻击 所以预计最快在今天就会展开军事行动 那么现在外界也推测了 会不会跟4月中旬真阻挡攻击以色列的模式类似 目前研判范围将会更广 同时间约旦外交部长沙法迪 罕见地出访伊朗商讨中东情势 沙法迪在出访前 其实美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以及埃及等国 已经在星期天持续地进行外交接触 避免紧张情势进步的升级 我们再看到是朝鲜半岛的危机 这是北韩官媒朝中社报导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交付给部队的 新型战术弹道飞弹系统 这回公开亮相有多达250座 新型战术弹道飞弹发射器 金正恩也在仪式当中发表演说 他重申立场将会储备与提升北韩的核武 是对抗来自于美国的核威胁与施压的最佳方式 那么北韩官媒也进步地报道 这些大家看到的飞弹发射器 都是由金正恩亲自设计 为力强大最新战术的攻击武器 已经在上个月进行试射 接下来将会交给北韩人民军部队 报道当中也提到了 金正恩强调 平壤将在不久的未来 提高核子准备 贺阻核威胁 来应对任何的外界挑战 我们再来看到 今年11月即将登场的美国总统大选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川普他有个说法 他主张辩论换时间地点 否则免谈 想要在他想要的摇摆州冰州 但是何景立拒绝同时调侃 告诉他老地方不见不散 川普和副首范斯 来到乔治亚州亚特兰大 在造势活动上一开口就炮红贺锦丽 川普更呛四个月前 贺锦丽根本是一名毫无能力的副总统 如今却被新闻媒体大力轰台声势 川普也持续在贺锦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 美国总统大选白热化 两党候选人原本表定将在9月10号 在ABC新闻台主办的辩论会上 进行一场唇枪舌战 然而川普却PO文说要换主办电视台 对此贺锦丽则是在X平台上嘲讽川普说 怎么现在变成要在特定时间 在特定能让他感到安全的地点 才肯辩论真的有意思 他还强调9月10号不见不散 与此同时还传出贺锦丽正在整顿竞选团队阵容 迅速将拜登的人马撤换掉 改聘请前总统欧巴马的选战老将班底 CNN也指出贺锦丽预计将在下周二 宾州费城的造势活动上公布他的副手人选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选的变化就是因为拜登退选之后 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接棒 与共和党的川普来搅筑白宫大位 这场的美选结果其实也牵动 美中台三方的角力关系 根据最新公布的TVBS民调显示 近五成的台湾民众希望贺锦丽当选 当中大约只有15%的受试者 来决定要力挺川普 另外对于川普目前先前提到了保护费说 更有七成的民众表达不赞成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接棒退选的总统拜登 确定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搅筑白宫大位 这场选举台湾民众也很关心 根据TVBS最新民调显示 有46%的民众希望贺锦丽当选 川普仅仅15% 再看政党倾向分析 绿营向来和共和党交好 但其48%的支持者却挺民主党的贺锦丽 共和党的川普只有21% 蓝白支持者也是同样情况 学者直至民众对川普很反感 就是因为他日前称台湾要缴保护费 给美国有关 他这句话有70%的民众表达不赞成 赞成的只有14% 因此有30%的民众担心川普当选 52%不担心 担心的民众里头再从政党分析来看 国民党支持者担心比例44%最高 绿白分别是29%和27% 因为川普的表现使得台湾人民很难接受 那当然就整个对美国的看法跟观点就做了大翻转 船客之争正式开大 结果不止攸关美国对全球关系 也牵动美中台三方角力 TVB新闻吹众群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接下来镜头转到韩国 一起来看看南韩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 全国三星电子的工会发起了罢工 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月 但是工会的主要的决策者 考量成员的经济压力 所以决定在今天8月5号复工 全国三星电子工会7月8号发动了罢工 当时是因为劳资双方磋商不成 原定罢工只有三天 后来演变成无限期的罢工 那么甚至还演变到有工会的成员 到三星集团会长李再荣的住家外头 来示威抗议 那么现在三星电子始终对外表达 其实相关的罢工行动 不影响产线不受影响 所以工会最后决定5号开始要复工 后续可能采取的游击式的罢工 或者是透过社会舆论 政界以及公民团体合作的方式 来展开长期的抗争 对这样的一个消息 三星电子表示将会尽力 圆满地解决相关的劳资纠纷 一起看到全球的股灾蔓延 那么今天在台北股市也出现了崩跌 早盘一度崩跌超过1700点 关键就在上个星期五 美股全面收黑 加上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紧张的冲击 那么现在台积电早盘的股价 一度下挫逼近了半年线 AI类股一片惨绿 投资人一早开盘 一定是觉得心脏快承受不住了 今天的台股表现相对疲软 可以看到一开盘就以悬崖式暴跌 跌幅是超过1700点 最低点是来到19926点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收黑 市场又传出巴菲特减半苹果持股 以一冲突爆发 让周一台股开盘再震荡 以20982点开出 随后一路走下行趋势 一度在9点45分跟10点左右 灌破2万大关 三大全职股一路领跌 台积电早盘低点来到835元 下挫68块逼近半年线 失守900元关卡 而联法科鸿海一度跌停 中东关系紧张 货柜海运业指出 8月中旬开始 货量会逐渐增加 五大航商宣布 从8月15号开始 陆续要调涨美西跟美东的运费 幅度大约在9%到15%之间 不过海运似乎没有因此禁阳 长榮 扬明 万海 三雄 早盘都下挫 那我认为说这礼拜 应该是在整体的这个点数上来看 应该是会出现一个低点 但是也会在这礼拜出现一个反弹 有可能在明天 在这个融资断头完之后 就有可能再出现一个激单 但是我不建议投资人在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这个尝试性的摸底 不仅台股受到美股重挫影响 日股周一开盘也上演大屠杀 日股开盘跌超过2000点 东正指数开盘就跌1.9% 随后跌势扩大到7.4%到7.6%之间 触发熔断机制 而分析师提醒 本周指数还是会震荡 建议投资人可以先观望 不要急着进场 订阅新闻 杨树玉杰台北上报道 所以股民的疑问要问专家 追踪第一线在线上访问到的是 金库资本管理合伙人丁学文 学文你好 浩婷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星期一 台北股市早盘崩跌超过了1700点 那么现在跌幅稍稍收敛 但是跌点也是有到1500点左右 创下了史上最高的盘中跌点 还失守了2万点的关卡 那么就连全王台积电的股价 也一度下滑到835元 逼近半年限 所以很多的小股民都在问 这样子还能够继续在台北股市里吗 还是要赶紧来下车退场 因为今年3月份 我们台湾的台北股市突破了2万点 前隔魁成见人还告诉大家说 股市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橱窗 这句话大家都还有印象 但是面对在7月中旬以后的 全球股市波动性加大 到底该如何冷静的看待 薛文 对我想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可能是急喜急 不应该叫悲 但是其实心情是非常忐忑 因为上个礼拜五 其实台股表现就非常的 不是那么理想 那今天开盘看起来也不是太好 那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都有 其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名词叫多沙多 什么叫多沙多呢 就是说今天一个股票市场 如果说有机会往上走的时候 肯定是想进场的人 比想卖股票的人多 就是供不应求 那现阶段大家知道 从疫情过后之后 不管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到所谓的人工智慧的热潮 甚至美国股市 美国经济的这个欲小不易 都让很多人把股票投资 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工具 甚至包括非常年轻的年轻人 所以现阶段大家心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我到底要不要卖掉手中的持股 所以回应该主持人提到的 我想现阶段赶进场买股票的人 肯定胆子是比较大的 不过我们认真回头看 这一波台湾股市 从上礼拜五到今天 杀得这么凶 其实也是起来有志 因为其实并不是台湾股市 一支独秀往下走 事实上从7月中开始 美国的科技股就面临了一个抛售的压力 当然我们如果认真去看的话 其实原因也很多 其实除了美国的经济 虽然公布的GDP成长了2.8% 不过如果比较去了解 这个2.8%背后的意义 很多人肯定知道 这里面很多的数字 来自于所谓的打折促销 就discount promotion 还有一些是因为 全世界的航运价格往上走 所以很多的公司就提早被存货 所以存货的投资这两个数字 是支撑美国GDP成长2.8%的主要原因 可是如果你去看其他的经济数据 包括制造业主持ISM 已经连续第八次 所谓的扩大它的往下走的一个幅度 然后Indale的业绩也不如预期 包括特斯拉 甚至最新的一个消息是 NVIDIA的晶片Blackware 有可能会delay一个季度来做出货 所以这些因素出来之后 当然就造成 这一波美国经济或者美国股市 带领全球市场往上走的东西 尬然而止 那拉回台湾 从2021年台积电成为护国神山 或者半导体 到人工智慧 不管是NVIDIA AMD 或者是所谓的台湾电脑展 我们看到全世界人工智慧的巨头 都来到台湾 我想整个这个一波接一波 确实把台股冲上了2万点 那回应该主持人提到的 前行政院长陈建仁先生提到的 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这非常有意思 因为事实上 所有去读过经济学原理 或者是受过所谓财经训练的人 肯定对这句话耳熟能详 可是我也要提醒所有的观众 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世界 跟过去100年 其实完全不一样 里面包括现在地缘政治的紧张对峙 包括通货膨胀的欲小不易 甚至包括各个国家 开始民粹主义在今年大选年 频频得胜 这都是过去100年 全世界的震惊情势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而现在大部分的经济学家 或分析师 他们过去受到的传统经济的训练 都是based on所谓的全球化 世界大同供应链 这样的训练出来的 所以拉回来看 在疫情过后整个基期比较低 所以一旦数据报复性消费出来之后 很多数据比预期好 当股市就成为最多的一个 投射的一个导引 所以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就会自我安慰说 你看经济数据这么好 报复性消费 所以股市就跟着往上走 甚至让很多的年轻人 借由所谓新一代的APP 因为下单跟开户更方便 所以一下子就不可收拾 不过我们现阶段 其实还是要回归fundamental 现阶段其实全世界最大的 两个不确定因素 一个其实是政治的动荡 因为今年大家都知道是大选年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锅盖掀开了一半 很不幸的几个大的国家 包括英国 德国 法国 都是极右翼得到胜选 那11月当美国才会揭开 他真正选举之后的结果 不过目前看起来 川普的声势也是比较强 所以政治的动荡成为 现在股票市场很大的 不确定因素 第二个就是产业的 不确定因素 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国际媒体 包括华尔街日报 都把这一波所谓的人工智慧 拿去跟2000年的网路泡沫时期 做对比 因为如果有参与过 网路泡沫时期的话 很多人知道当时第一波 也是由Cisco 斯科 做路由器的国际大厂 率先往上涨 因为很多人开始想象 网路时代来临之后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 多么多么的愉快跟好 可是事实上当这些 facility或设备 它的这个功过于求 开始出现的时候 你一旦开始萎缩 我们就看到Nestec 在网路泡沫时期 一下子狂砍50%的惨劲 所以随着 人工智慧的股票 欲小不易 尤其Chart GPT 横空出世之后 随着它的上涨 尤其是一些跟持服器 或者是人工智慧 设备的股票先涨 当包括台湾的半导体 晶片这一类的股票 很多人就开始担心 一旦这个过度投资过多 然后需求跟不上 甚至很多人工智慧的应用 没有办法真正形成 明确的商业模式 那这样的东西 确实很多人担心 23年前的网路泡沫时代 会被重演 所以现阶段 我们简单来说 目前这一波股市 确实充满情绪性的波动 而情绪性的波动 大家知道 Human being 人的特性是最难掌握的 当想买股票的人 比想卖股票的人多的时候 股票当然会顺势上涨 可是从半导体的人工 半导体的护国神山 到人工智慧 其实全球的股票市场 已经涨了一波 所以当卖股票的人 比想在进场的人 来得多的时候 其实大家确实要提高警觉 尤其最近我们看到 很多的所谓过度集中在 蓝筹股跟中小型股的动荡 就是荡来荡去 还有所谓很多的散户 重新进场 包括Gangstar的咆哮小猫 都是一些比较不好的 一些sign 我随着2024年 还有半年才会结束 政治的东当在所难免 多沙多的情况还是会出现 所以现阶段 尤其利率还高高挂在 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上面 我想现阶段 还是一切要以谨慎为主 那cash is king 好 学问提到了多沙多 那么观众朋友也了解到了 这个相关的理论 同时提到了现金为王 还有利率 那么接触下来 我们就带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看 美国联准会在7月31号 公布利率保持不变 同时也暗示了 通膨逐渐接近目标 那么同一时间 为了因应日元贬值等因素 造成的物价上涨 日本央行是宣布 第二次的升息 但是两天过后 英国央行又跟随着 欧洲央行 加拿大央行的脚步来降息 所以目前看来全球通膨压力 舒缓了 但是在过生活这件事情 仅其压力是增加的 各国央行的预防性的试探 才纷纷的出炉 所以该如何来解读 未来在利率的走向 学问 对 刚刚浩婷提到的 所谓试探性的政策 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 各国央行 其实现在的动作 越来越分歧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联准会的包额 按兵不动 已经连续第八次 就是把美国的基准利率 维持在5.25%到5.5%之间 可是同时间 日本人扛不住了 所以日本央行第二次 因为上次是三月份 决定调高利率一码 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 跟美国的利差 逼得日本 其实最近压力也非常的大 可是很不幸的是在欧洲那边 包括英国 加拿大 甚至欧洲央行ECB 最近已经开始率先开始降息 这代表说其实各国央行的看法 已经有点不一样 可是这非常诡异 因为事实上 如果你单纯去看通货膨胀的数据 必须承认 确实通货膨胀开始放慢 就是没有像前两年长得那么凶 可是现在这些央行的政策决策者 为什么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我刚才前面一趴曾经提到 现在全世界的政治动荡 尤其民粹主义当道 其实造成了很多的东西 你不得不有一些政治的考量 我们单纯来看美国当时执牛 所以所有人都在看美国联准会的包 要怎么做 那大家也可以从这一次 他在记者会玩的说话 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很想降息 就他不停的在入口风 最快9月份我可能会降息 那为什么他现在不提早降息 这么多国家的央行都已经开始降息 其实他有他的为难 首先大家想看看 现在去降息到底是太早还太晚 首先他担心的是太早 因为美国我刚才前面有说到 经济数据并不如预期 如果太早降息 那利率开始往下走之后 有可能再一次撬动通货膨胀的敏感神经 而美国的通货膨胀一旦往上走 那你鲍尔是不是又要开始反转升息 而反转升息对全世界 本来看起来经济就不是太明朗的经济 就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经济衰退一旦形成 那我想鲍尔就一个头两个大 那第二个考量就是说 那我会不会太晚升息 太晚升息就说股市开始跌了 全世界金融开始动荡 我如果现在不升息 我如果太晚升息到时候救不起来 我鲍尔一样很惨 那当第三个考虑点 就是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 川普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不停的间接在警告鲍尔 你不要给我降息 那很多人了解政治 这个动态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川普这么讨厌鲍尔降息 因为一般认为 如果美国联主会降息 会得力的是民主党 就现在执政的民主党 因为民主党现阶段 还是执整个执政党 那执政党过程里面 如果降息的话 当很多的选民 会首先雨瞻其路 那对民主党选情会比较好 那最后一个焦点就是说 如果他决定降息 他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节奏 或什么样的方式去 这也很难 因为全世界现在的各个区域分化 每个国家都有保护主义 而且产业的发展非常不明朗 更不要说 不管是乌俄战争 中东情势都非常的不明朗 所以在现在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央行决策者 确实很难做出明确的决定 所以难怪 前美国财政部长Sommers 最近提出一个警告 他说其实美国还是有停止性通过膨胀的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如果你去看美国的数据 包括就业率 其实就业率不是那么如预期 失业率频频在升高 甚至所谓的ISM 就是制造业指数 也是连续第八个季度表现不是太好 还有很多的负面因素 看起来消费也开始不振 所以美国联总会 我觉得现阶段 他所有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偏向政治考量 也就是说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 他只能边走边看 这就难怪他在记者会里面一再强调 一切要看数据 所以现阶段 我觉得各位也不能再以传统的经济学 去看美国联总会包尔会怎么做 我觉得在11月之前 绝对就是政治考量 的确政经局势紧紧相扣 那么继续下来要观察到 就是他会不会是未来白宫的主人呢 川普 川普跟他的竞选搭档 范斯在7月底的时候曾经主张 美元贬值是有好处的 一来可以提振美国的制造业 以及降低贸易逆差 那么先前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 就已经报导过 的确川普跟范斯的竞选组合 他们是力挺弱势美元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向 如果他们回到了白宫 来主张美国的政治的话 那么恐怕会对美国 以及全球的经济 产生全面性的负面影响 所以要请教学文 面对未来全球最新的 政经变化的猜想 至少在11月之前 大家都是猜猜想想的 观众朋友跟相关的投资人 又该如何来解读 许文 对 我想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美元一直是全世界的 所谓美元体系的霸主 可是很不幸的 从7月份以来 尤其是上一次川普的 这所谓枪杀事件之后 川普的声势非常高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政治跟经济 这两个领域都充斥着各种 跟川普有关的名词 你譬如说川普恐慌 川普交易 或者各种川普相关的名词 那本来川普还算是一个变来变去的人 因为他其实最早的时候曾经一直喊 他觉得美元绝对应该要贬值 就是他非常支持美元贬值 他觉得美元升值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事情 可是中间的过程里面 他又曾经见风转舵 认为美元强势也不是坏处 那这种一下说升值好 一下说贬值好 大家也久而久之就习惯 反正川普是见人说人话 不过在他宣布新的副手J.D. Vance之后 这样加起来的一个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 这一对宝 让大家就开始更担心 为什么 因为J.D. Vance了解他人都知道 他对于美元应该贬值 是非常强烈支持的 那大家也知道川普也80多岁了 那当然难免大家就会去想 那若干年后 川普如果越来越老 会被J.D. Vance 他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所以对于美元贬值论的这种说法 就这个盛销成上 很多人都开始担心说 这一对人如果真的回归白宫的话 其实美元可能会真的走贬 那美元走贬 其实现在基本上 以川普跟J.D. Vance的说法 其实蛮类似的 首先他们认为 美元升值对美国本身的制造业不利 另外美元升值 其实对于进口商品 可能是政界来说 对消费者的一个惩罚 那这两种说法 如果以传统经济学来说 你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美元贬值 确实对于美国制造业出口 会有正面的这个帮助 然后美元升值 对进口厂商当时不利 这个其实学过经济学人都知道 不过我刚才前面也说到 现在这个世界 是我们从前所未有 非常充满不确信性的 一个震惊情势的紊乱阶段 所以在现阶段之下 美元贬值这种趋势 一旦出来的话 对全世界就真的有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刚才上一派有提到 你比如说日本 为什么现在要升息 很简单 因为美元跟日本的这个利差 越来越大 造成很多人把日币 当作避险的这个情况 那本来是好事 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去年日本的股市跟经济 都表现不错 可是你承担久之后 对于政府来说压力就很大 因为从疫情完之后 很多的政府其实赤字都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阶段美元贬值 其实我觉得对全世界的 所有的执政党或者是政府来说 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知道 即使到今天 美元还是全世界59%的 储备货币的主要所在 另外全世界50%以上的商品 都是用美元在交易 更不要说全世界1%的证券 其实都是用美元持有的 所以美元的洞见观瞻 不但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变化 也会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 那事实上其实我会觉得 我们在解读川普跟J.D.Vance的 说法的时候 还是不如把它当作竞选的语言 我想台湾对这方面也非常了解 其实政治人物在竞选时候 说的话你不能太当真 你只能把它当作一种 emotional情绪上的一个催化剂 因为事实上他一旦上任之后 到底应该怎么做 他还有幕僚群 那美元强势这件事情 其实说实在 美国所谓的美元微笑 其实美国吃了非常多的红利 大家想看看在过去100年 其实所谓的干预货币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说一说不能做的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2014年到2017年 中国也曾经想要所谓干预人民币 前后投入了1兆美元以上 更不要说在前阵子 日本为了干预所谓的日元 也投入了700亿 那其实后面的结果都不是太好 所以尤其美元 现在是一个全球主导的货币 美国真的要去干预货币 其实对美国是真的伤人一拳 其实伤自己更大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其实这些说法 我觉得还是比较像是政治语言 因为美元贬值 不管是对美国或对全世界经济 绝对是必多以利 所以在现阶段 其实美元到底会升值还是贬值 还是要看现在到2017年 甚至2025年之后 全世界的政经状况 甚至包括地缘政治的情况 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非常谢谢学文 今天从利率 还有包括了美选 以及包括了台北股市 未来该如何的应对 要看到11月底才好 那么非常谢谢学文 今天的精辟解析 谢谢学文 谢谢 回到这位现场 昨天晚间好多人就看了这场比赛 因为我国的羽球男双 李扬 王麒麟 在巴黎奥运 创下了金牌二连霸的史上记录 那么回顾赛事 其实相当的胶着 跟大陆队缠斗了76分钟 最后逆转收下了胜利 就连教练在场边也说 实在太紧张了 王麒麟跪地庆祝高举双手 李扬直接躺下 最后两人还来个大大的拥抱 这一刻林扬佩真的做到了 在奥运夺下金牌 顺利连装也是守队在奥运羽球 男双蝉联冠军 蝉斗了76分钟 才成功缔造历史新叶 开局中国队先得分 后续林扬拉开5比2攻势 一路领先 后半段对手开始追袭 林扬也稳住正脚 21比17 20分钟收下比赛 但第二局同样中国队先开张 即使一度比到11比9 但后半段对手紧追 已失8比21 失去第二局 进入关键第三局 成体能大考验 一开始下场就做了非常艰难的准备 那对手其实也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再打到第三局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其实 都已经体能有点下降 决胜局开始前 李扬先呛 王麒麟是不是累了 才让他再度绷紧神经 一开始就先拉出4比2领先 但对手一路猛追陷入胶着 林扬先攻下11分 后半局开始加强压制 以21比19完成金牌2连霸 我们真的很感谢现场所有观众跟支持生 然后在萤幕后面的所有人 因为他们的鼓励我们才可以继续在场上坚持 加油是呈成最大后盾 但比赛真的太焦灼 让教练也很紧张 太紧张了 看谁发挥正常 看起来是我们比他们发挥正常 对不对 但是第二局的那方会比我们正常 那第三局有时候 你让他他没紧张 黄金男双成功逆转 林扬配再创雨滩高峰 奥运跨界12连胜也缔造2连霸 不只让李扬在奥运最后一五化下完美据点 也让世界再度看见台湾 T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扛住压力的林扬配这回再度的勇夺金牌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在比赛结束之后 李扬他亲吻球场的地板 那可是他最后一场的国际赛事 因为他已经决定了即将要退役 那么下一步就会转到教职 要去国立的体育大学担任副教授 现在粉丝面也开始期待 有没有机会在年底前看他再打一场 李扬配金牌战后颁奖台上 金益同牌一起合照 拍照的当下李扬说 要拍好哦 因为我只剩下这一场可以拍咯 随口的一句话 逗笑一起自拍留念的马来西亚选手 可是旁边的大宝贝王麒麟 还有广大粉丝们都眼眶泛泪 好舍不得 赛后台湾时间凌晨一点多 李扬在脸书po文 最后一五这是送给你们的 还搭配一张最完美的笑容 右手拿金牌左手指向奥运五环 能在巴黎奥运抱回金牌 为台湾争光 也替自己在奥运的最后一站 留下最好回忆 发文底下吸引大批粉丝 还有名人来留言 蔡上线 唐从盛也来了 感性告白我爱你 武德太感动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打出这么精彩的终局之战 令人感动的拼战精神 感谢每一位教练跟团队伙伴 你们是台湾的骄傲 谢谢大宝贝 我下课了 他还没有下课 他还没下课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年终赛 李扬人家大宝贝 还舍不得跟你分开啦 原定9月的台北宇愁公开赛后 就要隐退 但麒麟大宝贝话中有话 还有年终赛留下伏笔 28岁的李扬在生日前 拼下奥运二连霸 在最巅峰的时期 华丽转身 转战学术界 国立体育大学也表示 其实在东京奥运之后 就已经招聘李扬老师 进学校接任副教授级的 专业基础人员 应聘进来之后 他随即就是又 要训到这个国家训练中心 他之后回到学校 但主要还是在 做这些 欲求的训练 跟教学的工作 要把李扬的专业 加上学校的发展 一加一再与二 协助国内 羽球运动发展 也期待李副教授 培育更多体坛 羽球国寿 TVB人声许 在日记一台报道 从赢球的狂喜 一直到领过金牌的感动 但你看到 这是林扬佩 他们在这个奥运的颁奖台 领到了金牌之后 全场一起唱国旗歌 李扬以及王麒麟 眼眶含泪 相当感人 卫冕奥运 羽球男子双打金牌 林扬佩 手牵手高举欢呼 颁奖典礼上 听到国旗歌 王麒麟还听到 忍不住掉泪 毕竟这是他在台湾的爸爸 最期盼的 场内球迷 高举中华奥会会期 林扬佩夺冠 应援民众也很嗨 在颁奖典礼上 大家感动 大唱国旗歌 有球迷形容场面 相当震撼 而网友则说 听到泪水都快hold不住了 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唱国旗歌 我在电视机前还有跟着唱 而被击败的中国队梁王沛 在一旁则是被形容 听了一脸很尴尬 只不过巴黎奥运 是李扬直言的最后一舞 在颁奖后 他与二三名合影自拍 不忘提醒 掌镜的马来西亚队 要排好 这是我最后一次可以排了 厂外球迷为了应援林洋沛 有球迷发挥创意 滑招百出 有人手工写上台湾的注音符号 以及还有英文谐音 来为林洋沛加油助阵 似乎是上次四强赛 有台湾海报被撕毁 法国羽球馆安检 祭出标准最高规格 这些物品统统都被禁止 带入会场 还有人被搜身 球迷全力应援 特殊加油小物 也成了这场冠军赛意外焦点 TVB的新闻 华正森李中泽 台北采访报道 夺下金牌 除了实力坚强之外 还有好运 以及如何增强信心 李洋这回告诉大家了的确 他是为了赢球 留的胡子就不会刮 还说这是多年来保持的习惯 只要赢球的当天 就会一直做重复的事情 他还分享了一个例子 曾经在泰国比赛 连续15天都吃一样的食物 奥运之后确定退休 金牌男双 李洋透露自己希望培育更多选手 因此最想投身教职工作 但他的大党王岐离 可就截然不同 虽然自己还要继续当选手 还是没有放弃 歌手梦 不过经典异议过后 球迷也好奇 林洋配的夺金秘方 是什么 通常我如果第一天赢的话 我就会持续做第一天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不知道 应该算是一些仪式感 比如说我曾经 或许就是一种对胜利的执着 曾经在泰国连续15天 食物都吃同一种 如今自己脸上的胡子 也是从小祖赛开打之后 就没再刮过 而王岐离则是必须攜带茶具出国 茶具 茶具跟茶叶 因为我从小喝茶 喝茶 喝习惯 所以我出国一定要带茶叶 跟茶具 文山包种 乌龙都可以 场上跟对手比拼意志力 场外妹妹咖咖也不能忘记 但既然现在都以两度夺金 与拉队女孩 思源交往的 王岐离 也被王队点名 什么时候要求婚 调出本人 用一男一女夫妻的贴图回应 耐人寻味 要求婚是真的吗 你愿意吗 社区互动 向来甜蜜 都能乘胜追击 就是事业爱情 两得意 唱歌给 谢谢 好一路看下来 都是满满的感动 还有很多的穷迷 跟总统赖清德一样 就是沉浸在 夺金牌的喜悦礼 或许整个晚上都没睡 那么赖清德 还一度跟幕僚说 王岐霖夺金牌 应该全国放假一天 隔了一夜 总统人沉浸在夺牌 喜悦礼意 羽球男双金牌战 总统全程警定 一度还开玩笑 说全国应该放假一天 而就在林阳夺牌的第一时间 还打给王爸爸导喝 哎呦 总统你是不是太兴奋 叫错名了 因为总统的声音 听起来真的很嗨 而总统布置打给王爸爸 凌晨一点左右 call out王岐霖 劈头先说恭喜 也提及王爸爸去爬七星山 果然带来好运 王岐霖笑回 爸爸布置爬山 还喝金牌 令总统跟李洋通话时 大赞他很冷静默契将 跟聊起这一段小插曲 上个月的总统府音乐会 李洋爸爸就坐在总统旁 总统说当时他抬头 发现月亮突破乌云 也跟李洋爸爸说这代表突破与希望冠军 没问题了 这打气如今成真 而要庆祝林洋夺牌 国民党祭出200片鸡牌 我想前面是非常的紧张 也有激动 然后最后我们得了冠军 真的大家都非常开心 玉婷得金牌 我们继续加码 不过说到加码 北市终于拍板奖金 我们要在既有的273万奖金的基础上 再加码300万的奥运金牌 连霸专项奖金 也就是说王麒麟跟李洋 除了国光奖金2000万外 王麒麟另外可再拿 北市发的573万元 另外李洋户籍所在的金门县府 则会发出550万 李洋夺金举国欢腾 地方政府也相互走进 CVP的新闻董欧俊秋安柔 台语报道 关注到是俄乌战争的最新进度 来自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亲自说法 他证实了取得第一批 美国制的F-16战斗机 强调为了击退俄罗斯部队 基辅需要更多的战机 泽伦斯基他公开表示 过去经常听到不可能这几个字 但是对外寻求军援 依旧是想办法让它发声 其实乌克兰提出F-16战机的需求 时间已经超过两年 那么现在终于实现 过去这阵子 俄罗斯加强轰炸乌克兰多处的空军基地 好破坏战斗机需要的基础设施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已经同意替运网乌克兰 数十架F-16 配备飞弹以及先进武器 但是有条件 无军必须用在抵抗俄罗斯的攻击 才能够在俄罗斯境内 使用这些美国制的弹药 在战火连篇的当下 乌克兰的选手在巴黎奥运 拿到了第二面金牌 我们关注到的是跳高记录保持人 马胡奇克 这回在跳高决赛当中 以两公尺的成绩 拿下了金牌 替乌克兰争光 双手高举乌克兰国旗 露出甜美微笑 在全场见证下开心敲钟 他是来自乌克兰的跳高好手 马胡奇克 当地时间四号 在奥运跳高决赛中 以两公尺的好成绩 拿下生涯第一面奥运金牌 见证国家对摘金 在巴黎观赛的乌克兰人 开心欢呼 因为这一切对马胡奇克来说 真的不容易 国家深陷战火之中 为了训练 马胡奇克不得不远离家园 从塞尔维亚辗转到德国继续训练 2020出战冬奥取得铜牌 今年在战一举夺惊 不只为国争光 马胡奇克181公分 55公斤的高挑身材 甜美长相也让他一戏爆红 IG粉丝数逼近30万人 而另一位爆红的奥运选手是他 年仅21岁的法国撑肝跳选手 安东尼·阿米蒂拉 不过爆红原因是他在预赛中 挑战5.7公尺高度时 重要部位不小心撞上横桿 尽管挑战失败 却因此受到瞩目 IG粉丝数几天内翻了近10倍 恐怕连他也食料未及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进入了农历七月如何祈求五股丰收 农历七月一日是民俗说法中的鬼门开 有圈台三大中元祭之一的 虎伟中元祭在金螺殿打开了象征 阴阳两届出入口的五月门 虎伟镇长林家宏负责打开五月门 再由卢主许嘉玉奉上以一人 绿豆 黑豆 红豆 黄豆等五种颜色豆子 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 其佑好兄弟安食 心诚则灵啦 也不要怪力乱神 最主要是多行好事 多说好话 准好心 另外在以中医角度来看 黑豆补肾护法 黄豆 健脾胃 滋润皮肤 红豆补血消水肿 以人健脾除湿 消肿沥水 以及绿豆能够清热解毒 消暑降火 妙方说五月门会在农历七月三十关闭 五色豆也会在普度结束后 发给信徒 五色代表的就是五方 也就是我们所常知道的五行 就是金木水火土 最主要就是要求人丁平安 然后再来五股丰收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希望五方来采 云林胡伟镇的金螺殿 是国内唯一供奉 普渡公为主神的庙宇 竹殿神开下 这一道小型铁门 五月门也被称为是鬼门 每年农历七月初一 就由地方长官来开启 到七月三十号晚间十一点 在关门上锁 TVBS新闻张崇敏云林采访报道 如果经常为了仪式感跟小确幸付钱 很可能陷入了拿铁效应 比如说每天会一定要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饮料 或许觉得花花小钱没有关系 却可能因此无法做到有效的理财 一起来看看真家的观点 上班工作之余 喝杯超商买的饮料 疗愈一下是上班族的一个小确幸 也有人每天会来一杯咖啡 好像每天其实也都会买饮料 咖啡 可能早上一杯下午一杯 但是真的要认真算多少钱的话 好像没有算过 我觉得还好 因为这应该是疗愈自己工作很累的 一个就是抒压方式 对所以应该是不会停止的 像是这种奖励自己的方式 虽然每天看都是小钱 但累积起来却会发现 自己陷入金钱陷阱中 而这就是所谓的拿铁效应 我YouTuber 我有订阅那个我喜欢的YouTuber 然后去看他的会员影片 对对对 那一个月大概就花个一百块钱 很值得啊 因为就可以看到 可能这种会员才能看的影片 可以看更多的影片 我觉得心情很好 像是这样的现代人也不少 透过小额的花费满足身心 虽然仔细算 这些都不是必要的生活支出 甚至可能累积成庞大的开销 但依旧让他们心甘情愿为此付钱 这跟这个世代的消费习惯 有点不太一样 年轻时代真的生活在一个 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的时代 那同时也是 对未来比较高度不确定感的时代 那同时第三个就是 投资比较丰富多元的时代 在这种多重因素的 这种大环境的驱动之下 他自然会这个接受 比较追求短期的 这种自我疗愈跟自我实现 自我满足 过所谓比较富足生活的 这样一种生活形态 跟上一辈消费习惯不同 无关对错 只是个人认定的价值观改变 眼前的开销到底对我有何意义 每个人的看法真的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很容易因为当下的情绪而做决策 例如说现在很热很渴 我真的好想喝一杯饮料 如果我买了就会觉得开心 可是你要我想象 这杯饮料的钱存下来 让我未来的我开心 那个比较没感觉 国外就有一些学者在讲说 这种小确性叫做 你不用很有钱 但是你的生活可以非常的富足 很多学者会说 为什么你不把这杯钱存下来 去投资退休息 会做更长期的投资 但是牵涉到这短期跟长期 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很追求所谓的自我实现 跟活在当下 所以这种活在当下的小确性 就变得越来越普及 不过如果这些开销一点一滴 已经让你觉得影响生活成本 甚至存不到钱 可能就必须节制 例如可以先储蓄后支出 每个月订好储蓄目标 花费一定要记账 再来每个月检讨 甚至规划费用 分配比例 而不是无上限 无截制 因为我每个月都会 做手跟脚的指甲 然后都是我自己去做的 自己做很便宜 其实省很多 成本大概就 可能就两百以内吧 一两百以内 那给别人做的话 那可能就一千五以上吧 依照自己的生活开销 选择钱 该放在哪里 就是一个好方法 你可以改变时间的架构 也就是今天花一杯饮料 七十块 你可以想象 那我要不要一个月 花两千一百块 买这杯饮料 这时候你就突然觉得 两千一好像可以做 其他的事情 你先帮自己规号好 减少这些 做选择的机会 那这样子 在中午大热天的时候 经过饮料店 你就有足够的意志力 来帮助你自己 选择说 那其实我不需要 这一杯饮料 意志力是一个有限的资源 你把它消耗殆尽的时候 你就会很难 有意志力来帮助自己 做好的选择 所以减少你一天 消耗意志力的时间 比如说规划好 资商心理师也点出 这些疗愈小确幸的满足 其实也可以透过 好好照顾自己来获得 而非外在开销 正是自己的需求达到快乐 也许也可以不伤荷包 就达到效果 TVV的新闻 许昆山谢单词特别报道